有些事情 它会结痂 但你要把它掀开来 会流血 会很痛 黄紫胶陷入多位女性指控 性骚强吻拍摄裸照等等 等候19日凌晨直播结束后 惊传轻声 紧急送医后捡回一条命 而这段一代名要扛几楼 一届毁灭计划及直播 共三段25分钟近5000字 当中牵扯到的多位艺人 借以获得当事人处理方式 以各异的回应 那本人呢 其实敏感是很累的 我常讲上方的叫很累 直播中黄紫胶叙述 我妈妈在几年前 透过关系来找我 刚才在宽姐 陪着我见她的一面 本刊另外透过消息管道 得知来龙去脉 黄紫胶40年来 一直无法原谅她的妈妈 黄紫胶的妈妈 确实辗转透过关系 找上邱里宽 据悉对此黄紫胶始终拒见妈妈 推说爱没意义 四五年后 黄紫胶才爱不过请求 与妈妈重逢 当时黄紫胶的妈妈 像个忠实粉丝般 带着特别打造的金项链 作为礼物 期待能与儿子多年后 言归于好 不过黄紫胶的反应 却非常冷淡 甚至冰冷 没话可说 之后也没有再见 我也不知道你叫不叫原谅 这些人是转述 妈妈精心准备的纯金项链 黄紫胶仅无言 交给身旁的工作人员处理而已 旁人看来 黄紫胶对妈妈于恨未解 俗话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变成了一句笑话 据传黄紫胶妈已经八十几岁了 还包养得很漂亮 目前老人家之身住台北 心中持续盼望 儿子可以再去看他几面 不过就如黄紫胶直播时形容 永远不会结家的 他的离开我永远不会放下的 当妈妈头也不回契家儿去时 十岁的黄紫胶如何撕心费力 哀求与哭喊 都无法阻止眼前的悲剧 被遗弃也是一直以来的头 我们大家都选择不愿意放下 不愿意let it go 大家都要说过去的伤痕 谁没有伤痕 多数的人都是从伤痕当中 从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被伤害走过来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据闻黄家以前的环境其实不错 黄紫胶爸爸黄昭夫 当过宝城工业越南鞋场的执行长 因此爸爸工作繁忙 他只有阿嬷待一大 但黄家后来不幸家道中落 导致黄紫胶16岁时就得离一家 独自生活打拼 渐渐与家人日渐疏远 黄紫胶过去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 我离家很早 然后我从小也是属于比较 孤僻的独在独往的孩子 因为我不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 因为我生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 有一些缺点 有时候蛮寂寞的 但是也有很多优点 就是我的时间比别人多 看似乐观面对阴影 但是依然无法真正和解 还有其他语言不详的人生自白 是黄紫胶深埋心中的秘密 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如今黄紫胶的秘密在心中默默发酵 与咪兔一起爆炸 除了合炸一戒 甚至试图结束生命 也让整个人生轨迹大幅变化